欢迎收看知识news 今天是5月27号 就在一个小时前 SpaceX计划将两个宇航员 通过他们新升级的龙飞船 发射到空间站 不过由于天气原因取消了 这次呢 还是打算在肯尼迪航天中心 也就是阿波罗11号 那个登月飞船起飞的 那个航天中心 这次这两个资深宇航员呢 一个叫鲍博·班肯 一个叫Dog·赫尼 他们俩呢 是2018年加入到这个任务 如果这次发射成功 他们要在空间站待110天 用SpaceX发射载人飞船 最早是在2019年1月7号 是预定中的第一次发射日期 因为技术原因或者天气原因 已经推迟了好几次了 NASA和SpaceX这个合作呢 合作了有6年了 非常谨慎 因为如果他们发射失败的话 不但会对NASA 从美国本土恢复 载人航天计划不利 也会加剧就是外界对于NASA将如此 美国人说是如此神圣的任务 外包给私人企业的这种争议 那为什么NASA要选择SpaceX合作这么多年呢 自从2011年7月8号 就是NASA的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 最后一次飞行以后 那也是美国最后一次从本土发射宇航员 到太空轨道 因为航天飞机太贵了 而且太危险了 5架飞机有2架坠毁 飞一次就超过5亿美元 是当时设计费用的100多倍 而且由于是重复使用 所以上面每一个零件呢 特别是机表的零件 都要仔细的检查 这个检查呢要耗时耗力 最长的要一年时间 所以最后美国决定完全退役 全部的航天飞机 那航天飞机退役以后 美国就不得不依靠 俄罗斯的联盟号宇宙飞船 就是像中国神州号那个样子 把美国人就送到空间站 每次飞行呢 一个人他要支付给俄罗斯 8000万美元 这个呢让航天第一大国的 美国非常尴尬 为了打破这个尴尬呢 NASA决定找私人企业合作 他签了两家公司 一个是SpaceX 另外一个是波音 让他们各自研发 自己的这个载人飞船 给SpaceX公司的呢 是31亿美元 用于研发这个龙飞船 给波音公司48亿美元 用于研发CST100星际客机 最后这两家公司激烈竞争 最后是SpaceX赢了 这个就像波音跟落马竞争 隐身飞机一样 他每次都输 因为他的设计太科幻了 太超前了 还是像SpaceX这种飞机 比较传统啊 这种飞船比较传统 就像那个洛马公司的YF22 比较传统一样 这次SpaceX发射还是用的猎鹰9号 本来在下午一点半 那两个宇航员是乘坐特斯拉的Model X电动车 到发射场的 如果正常发射 猎鹰9号呢 会在起飞以后12分钟将龙飞船释放入近地轨道 然后火箭返回地球 会自己降落在大西洋上的一个船上 然后那个龙飞船和宇航员会在地球近地轨道飞行19个小时 这期间龙飞船会自动开启那个定位发动机追上国际空间站 在这19个小时里面 那两个宇航员可以在飞船里休息 还可以上厕所 但是为了测试 他们会在到达空间站之前呢 会试着手动飞行一段时间 这个龙飞船呢 之前SpaceX有一个货运飞船 也是龙飞船 这次升级了 它可以载人 它现在升级过的与没升级的最大不同 就是自主对接系统 以前SpaceX的货运龙飞船向国际空间站运用物资 需要空间站上的宇航员用机械臂抓住飞船 现在升级以后呢 不需要人的帮助 它自己就可以跟空间站对接 不过今天的发射还是由于天气原因失败了 为什么会有天气原因呢 不是说现场有下雨啊 或者刮风那么简单 我们从直播上看 现场只是阴天 没有大风也没有大雨 发射的天气还是很好的 但是龙飞船的发射 不光光是考虑发射地点的天气 龙飞船它没有采取逃逸塔的方式 它整个飞船都可以逃逸 它的外壁上嵌入了 被称为是Super Draco的微型推进器 如果火箭发生故障 那么在上升过程中 它就打开这些推进器 整个龙飞船脱离火箭 然后打开降落伞 坠入大西洋 SpaceX公司说 从火箭起飞到禁地轨道的所有整个过程当中 龙飞船随时都可以逃逸 这个当然是对宇航员的安全是非常好 但是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这样的话 龙飞船可能会降落在大西洋上一个非常广大的海域 这个海域从美国东海岸一直到加拿大 甚至到北爱尔兰 所以NASA要确保 这个龙飞船在每一个可能降落的地方 都要有良好的天气 以便进行搜救 万一你降落到一些狂风暴雨 有大浪的地区 虽然龙飞船可以安全降落在海面 但是搜救人员就很难到那个地方 把他们捞回来 所以专家们说 我们关注的天气实际上是海浪 海浪的速度和浪高 而SpaceX考虑过50多个紧急降落地点 所以每次发射 它要考虑着50多个地点的天气情况 所以就非常容易出现天气情况不好 龙飞船的第一次原定发射 是在2019年1月7号 后来因为技术问题 推迟到1月17号 后来又延误了好几次 今天这次又因为天气原因取消了 下一次发射是5月31号 不过看发射之前的那个直播 有一段是宇航员在舱里 两个人 他们穿的宇航服 包括飞船里的装潢布局 以及仪表盘 都已经脱离了那种老的 俄式的那个大铁球 控制台上布满密密麻麻的仪表 和按钮的那个样子 几乎看不到按钮 也看不到显示屏 显得非常的整洁 非常的科幻 看来以前的科幻小说确实不是拍脑袋瞎想的 好 那我们期待下一次龙飞转 5月31号能够发射成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PayPal或微信打赏 左边是PayPal的转账邮箱和转账快速链接 PayPal在中国可以注册 右边是微信转账二维码 如果不成功 可以加编辑的微信号 同时发表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 在我的个人频道审时夺势 会有一些生活旅游类Vlog 和一些对节目内容的补充 以及不定期对留言的回复 另外还有周周坎微信群和电报群的入群方式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本集完